第七章,拜见诗书组,两人的脑海之中逐渐浮现起一幅幅画面,那是一百五十年前,他们两个上海年幼为了躲避战乱能有一口餐食加入了镇腰关,他们始终记得那个温文尔雅笑着对他们说慢点吃别噎着的青面,记忆中的人影逐渐和现实中的楚河重合,两人心中震撼莫名,楚,楚河,诗书组。 齐林峰眼眶瞬间湿润,是你吗?诗书组,他们二人在镇腰关五十余年,而楚河的则一直保持年轻的模样,后来时间久了,他们才知道,楚河竟然是镇腰关开派祖师的百姓上人的亲传弟子,辈分高得下人,且几百年来一直保持年轻容貌。 现在距离他们离开镇腰关已过去百十年,回头再看楚河,仍然是少年的模样。 两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,都说道不严寿,可此时此刻,两人真的想知道师叔祖到底多大年纪了。 莫不是他早就成了仙人果位,却一直没与话而去。 两人心中震撼莫名,久久不能言语。 楚河见状微微摇头,随手甩出一道清凉真气,堵入二人身体。 两人只觉得原本躁动不安的心,仿佛是被雨露滋润,瞬间变得平静,同时还能感受到那一股真气之中流转的道运。 一百多年过去,你们的心性也没有个长进,若是再这样下去,如何能突破桎梏反扑归真? 两人心中一灵。 刚才那谷子气息是,他们眼中满是惊骇,那是祖师的气息。 两人对视一眼,而后直接对着楚河大理参拜弟子麒麟峰。 麒麟岭,见过师叔祖,说完两人直接对着楚河一一道地, 丝毫不管其他人是怎么看待。 他们在楚河的身上感受到了那一股熟悉又威严的气息,那是只有镇妖关灌主才会拥有的道运。 镇妖关传承至今,任何一位灌主在作画之前都会将全神精气传给下一任灌主, 所以不用的什么身份令牌,只要感觉到那一股熟悉的独属于灌主的波动,他们便已经明白。 如今,他们的师叔祖楚河是这一任的灌主。 可两人恭敬的动作落在其他人的眼里,却像是小丑一样的滑稽,惹得众人一阵哄笑。 哈哈哈哈,我没看错吧,隔着唱大戏呢,还鞠躬作义。 师叔祖,就他这年纪能当别人的师叔祖。 依我看,他们这就是在演戏而已,无非就是想要多一点的拆迁款而已,先出来一个人,让他们拆,然后再跳出来两个反对,然后再演一波戏,坐地起架,要更多的拆迁款。 一时之间,正在直播的网页上面,弹幕一串一串的飘过去。 大多都是讥讽,都什么年代了,还玩这一套。 麒麟锋和麒麟领看不到这些,他们二人行礼过后吧,直接来到楚河身旁,沉声道,师叔祖,这镇腰关,拆不得呀。 若是拆了镇腰关,镇压灵界的封印破除,倒是,灵界之门。 封印,王长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,你们在这演电影呢? 什么狗屁灵界之门,就这破道罐下面有灵界之门。 赶紧闪开,别挡着拆迁,不就是想要多一点拆迁款? 我再给你们多五万,闪开闪开。 麒麟锋的冷冷道。 哼,若是镇腰关拆除,封印破除,你们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,都要成为下面镇压了千百年的妖魔的盘中餐。 吓唬谁呢? 王长林不屑道,就是有什么狗屁灵界之门,有我们道家协会的江会长在,还不是随随便便就给镇压了? 楚河冷笑着摇摇头,他看着王长林,看着周围吃瓜起哄的人,就像是在看一群无知的小丑。 你看什么看?赶紧起开。 王长林不想再耽搁下去,今天必须要把这里给拆个干干净净,以免夜长梦多。 而就在此时,一侧忽然传来一声尖叫,又是一人直接躺倒在地上。 王总,有人晕倒了。 骂得,晦气。 王长林按戳戳地骂了一句,转头又对着摄像头说道,诸位不用担心,只是工人中暑了,在工地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,大家放心,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保障措施,绝对不会让工人受到伤害。 这个天气中暑,楚河感受了一下微凉的风,心中痴笑,真是遮掩都懒得遮掩了。 诗书祖,晕倒的那人似乎是有些异常,看他死气环绕,面目被黑气笼罩,怕不是凶煞之气入体。 麒麟风惊道,难道大阵? 麒麟领眉头紧锁,开口道,诗书祖,那人如果再不及时给他拔出体内凶煞之气,怕是还请诗书祖出手救人。 救人。 楚河笑了,笑得很灿烂,只是这灿烂的笑容却眉宇一丝丝的温度。 师父的尸骨便是被此人给绝出来的,你让我救他。 麒麟风麒麟领一愣,眼中陡然喷射一股怒火。 救我,救我。 晕倒那人,被人抬起来之后,忽然开口说话,有鬼,有鬼呀。 王长林挥挥手,示意赶紧把人抬下去,当着这么多摄像机的面,他不想横生之劫。 拆,全部拆了。 王长林对着施工队喊道,加速,没几间破庙了。 楚河只是冷笑,在自己师父的尸骨被他们推到在地那一刻起,他就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人的死活。 天作孽,有可为,自作孽,不可活。 王长林手下的那些施工队文言都是直接将机器启动。 靠近大殿的那一个挖掘机,机械逼一甩,直接就把大殿直接捣毁。 三清殿。 里面供奉的是道家三位祖士。 挖掘机继续往前,直接将原始天尊的泥塑脑袋戳掉。 身为所谓的道家协会会长的江云山,对此不管不顾,反倒是拿出了手帕,堵住了口鼻,皱眉,拍打了一下衣服,似乎是嫌弃这满天的尘土,脏了他的衣衫。 哄,支撑大殿的最后一根立柱倒塌,尼瓦狠狠地砸在三清作响之上,留下一地狼藉。 整个镇腰关再无一间立起的房屋,三清殿的牌匾直直地砸在楚河脚边。 楚河笑了,整个王屋山上阴云瞬间密布,狂风骤起,所有人都没有来地打了一个寒战。 楚河看着满天的妖气,鬼气,魔气,嘴角咧起一丝冷笑。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